各位朋友大家好 燕云台终于是开播了 也算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所以呢 从今天起呢 我就要录制几期有关燕云台的视频节目 对于那些以前一直收看我大唐系列节目的朋友们呢 我只能先说声抱歉 大唐系列节目呢 并没有结束只是暂时的中断一下 等到燕云台这个剧播完以后 咱们再回头继续说大唐 这一点呢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毕竟我们这个频道呢 一直是跟着古装历史剧走的 介绍古装剧的历史背景等等 而且燕云台这部剧呢 我看了几集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也推荐大家来观看 也希望我的燕云台系列不会令大家失望 在燕云台的前几集 我们所看到的权力斗争主要是在 耶律阿宝基的三个儿子 以及他们的后代之间展开的 因为这部剧是从辽木宗耶律井当政的时候开始了 那么在之前 他们三个皇子之间是怎样的一种恩怨情仇 肖艳艳经常提到的树律平皇太后又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耶律李狐为什么说乌治大王欠他一个皇帝 为什么这三股势力每一股都认为自己应该继承皇位 肖斯文家族和耶律皇室又有怎样的一种关系 今天呢 我想就通过回顾一下耶律井之前的那段辽国历史来解答一下以上的这些疑问 我们大家都知道耶律阿宝基有三个儿子 长子叫耶律贝 次子叫耶律德光 三子叫耶律李狐 耶律阿宝基和他的皇后树律士很想知道这三个儿子谁更适合将来登上皇位 于是呢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某一天 他们就给这三个儿子做了一个测试 那么他是怎么测试的呢 耶律阿宝基就让这三个儿子在这一个这么冷的天去帐外 去收集一些烧火用的柴火 结果呢 过了一会儿 先是耶律贝回来了 他捡的最多 有长有短有干有湿 但数量是最多的 过了一会儿耶律德光也回来了 耶律德光捡的柴火都是干柴 而且长短都是一致 都捆扎好了再带回来 最后一个回来的是耶律李狐 他就零零星星的捡了这么几只长短不一粗细不一的柴火 拿回来交差 当时呢 耶律阿宝基就跟叙律师说 说大儿子巧 小儿子成 至于这老三嘛 这是谁的儿子 经此次测试啊 耶律阿宝基就相信 他的大儿子 二儿子都各有所长 唯独这三儿子不可大用 这个大儿子耶律贝 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天才 非常的聪明 不光是文能提笔写诗作画 武能带兵打仗 而且通阴阳学 音乐 术术 总之啊 是无所不通 无所不经 所以耶律阿宝基很早就把他立为了皇太子 二儿子耶律德光呢 善于领兵打仗 所以呢 耶律阿宝基就授予他为辽国的兵马大元帅 至于这三儿子耶律李狐呢 那就让他想干嘛就干嘛去吧 基本上属于放养状态 后来耶律阿宝基带兵灭了渤海国 这个渤海国呢就是在唐朝礼记灭了高沟里以后 高沟里的渔布 还有墨河族和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 在现在中国的辽宁省的东部 靠近渤海湾那一带建立的这么一个国家 耶律阿宝基灭了渤海国以后 就把渤海国赏赐给了大儿子耶律贝 渤海国也改名为东丹国 耶律贝就是东丹国的国王 后来耶律阿宝基从渤海国得胜回归的时候呢 在路上就生病 最后就病逝了 按说这时候皇太子已经立了 所以呢 皇位应该没有什么争议 就让耶律贝继承就好了 但是呢 这时候的树立平却有不同的看法 这里啊 我要说一说这个树立平 在剧中啊 萧燕燕多次提到了树立太后 而且是充满了仰慕之情 树立太后说起来也是萧燕燕的曾外祖母 树立太后的二儿子耶律德光 有一个女儿叫耶律吕布谷 后来被封为燕国长公主 这也是姚国历史上第一个受封的公主 燕国长公主最后嫁给了萧斯温 生下了大女儿萧红年 二女儿呢 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 还有三女儿萧燕燕 树立平的父亲呢 是回湖人 他的母亲是契丹人 后来他就嫁给了耶律阿宝基 帮助耶律阿宝基平定了契丹各部 在史书上是这样评价树立平的 说他减重果断有雄略 有一次耶律阿宝基带着大军去远征 在上京呢 只留下了树立平和一小部分的部队助手 这时候呢 市委部的两个部落趁机叛乱 就把上京围住了 当时的情势是敌众我寡 树立平呢 就问身边的大臣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有的大臣就说呢 我们现在应该放弃上京 然后先避锋芒 等到皇帝的大军归来以后 我们再做他图 树立平沉默办想 然后呢就跟大臣们说 说凡是支持撤离上京这个建议的 请站在我的左边 不同意的站在右边 这时候就有几个自氏和耶律阿宝基 关系非常好的大臣和贵族 就站到了虚立平的左边 这时候树立平突然大喝一声 把这几个人全部拿下 然后就吩咐手下亲兵把这几个人杀了 然后告诉其他大臣们 我们只有死战 没有其他的退路 他这么一做军心就算是稳定下来了 最后树立平亲自率军上阵厮杀 将士用命击溃了市委部的叛乱 不光是没有丢掉上京城 而且还把市委部拥有的 象征可汗地位的旗鼓给夺了回来 经此一样 树立平是名声大振 耶律阿宝基回来以后 对树立平也是大家称赞 树立平和他的丈夫耶律阿宝基 在对这个三个儿子的看法上是有区别的 树立平呢 比较喜欢他的二儿子和三儿子 特别钟爱他的三儿子耶律李胡 这可能和草原上 幼子继承家产的这么一个传统有关系 二子耶律德光呢 能争贯战 彪悍勇猛 充分体现了草原男儿的本色 所以也是深得他母亲耶律平的喜爱 唯独对他这个大儿子耶律贝 如此优秀的儿子 舒立平却怎么也看不上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啊 他的大儿子耶律贝是草原上最推行汉化的一个人 他本人也是汉化最严重的一个人 他读的是汉人的京词子集 音乐 绘画都是从汉人那里学习的 耶律贝的政治主张也是希望用汉族的那种统治秩序来取代草原的统治秩序 这点和耶律阿宝基倒是不谋而合 有一次耶律阿宝基说我现在已经是皇帝了 我们现在是秉承上天的旨意 那么呢 我们应该尊一位神尊哪位神何事呢 当时有的大臣说我们应该敬佛 然后耶律阿宝基就说佛不行 佛不是我们中国的神是印度的神 由此可见耶律阿宝基认为自己成敬的是中国大统 他认为自己也是中国人 那么不敬佛敬什么呢 这时候耶律贝就站出来说我们应该敬孔子 耶律阿宝基听后大约 从此以后对这个大儿子呢也是贝加赏识 爷儿俩呢是想到一块去了 而树立平呢是契丹传统的草原文化的监守者 所以在这点上和他的大儿子分歧很大 他也不希望他和他丈夫创立的契丹国将来会秉承汉制 所以就在耶律阿宝基去世以后 他并没有马上宣布耶律贝为皇帝 而是自己设政总揽大权 草原文化呢跟中原文化还是不一样 女人执掌大权并不会像中原政权那样受到那么大的阻力 况且舒立平本身就是帝皇 耶律阿宝基叫天皇 舒立平叫帝皇 耶律贝叫人皇 这叫天地人三才 所以呢他本来就是草原的第二号人物 舒立平说他暂时设政的理由呢是说孩子还太小 其实那时候耶律贝已经是28岁了 绝对不能算小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托词 但是短时间内也没有太多的反对意见 可是时间一长他仍然是把持大权 既没有说自己要当皇帝也没有说让那个儿子继位 这样厦门的契丹贵族大臣们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很多拥护耶律贝的大臣也都上书 让他早做决定 这时候舒立平做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他把那些反对他的大臣叫过来 对他们说 说先皇去世一年多了 你们想他吗 这些大臣们肯定说想啊 我们非常想念先皇 于是舒立平就说你们既然想他 那你们何不去下面陪他呢 然后马上吩咐刀副手出来 就把这些大臣们砍死了 从这开始他就用这种方式杀了很多 对他有意见的大臣或者贵族 有一次有一个汉人的大臣叫李斯温 他是从中原政权那边投降过来的 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得罪了舒立平了 舒立平照方抓药就跟他说 你下去陪先皇吧 这个李斯温虽然是一个武将 但是也是通文末 而且呢反应非常机密 说我们所有人中和先皇最亲近的 可就是太后您呢 那先皇最思念的肯定也是您 您肯定也是最思念先皇的 所以啊 最应该下去陪先皇的是您自己啊 您要是不去干嘛让我们去呢 这一句话啊 就把耶律平将在了当场 耶律平没反应过来 不知如何作答 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就和李斯温说 说我确实是非常思念先皇 先皇想必也非常想念我 但是呢 我要以江山设计为重 我不能轻易离开 说着话 他就取出佩刀 一刀就把自己的手生生的砍了下来 然后他忍着痛 对李斯温说 我不能去 那就让我的这只手去陪伴先皇吧 这就是断臂太后的由来 这位树绿太后啊 其实很值得我们现在的许多女性同胞们学习 我们很多的女性同胞在网上买了一大堆东西以后呢 总是抱怨自己 说自己下次如果再冲动买东西的话就剁手剁手 但是呢 没有一个真正剁的 这位树绿太后可是说剁就剁 等到觉得时机成熟了以后 树绿平呢又搞了一个新花样 什么花样呢 这次啊 他搞了一次民主选举 树绿平让他的儿子耶律贝和耶律德光骑在马上 站在诸位大臣和贵族的面前 然后树绿平对这些大臣们说 说这两个儿子呢 都是我的亲生骨肉 他们两个人都可以胜任皇位 我自己是决定不了 所以呢 就把这决定权交给诸位王公大臣 你们想拥护谁当皇帝 你们就去牵谁的马 因为在这之前拥护司马贝的大臣杀的杀怂的怂 而且诸位王公大臣已经知道树绿平的意思是想拥护耶律德光当皇帝 树绿平又是如此狠辣的角色 所以诸位大臣们都争先恐后的去指司马德光的马贝 耶律贝这边呢是空落落的一个人都没有 这时候他都可以改名叫耶律特别贝了 由此大事已定 耶律德光就当了皇帝 就是后来的辽太宗 那耶律贝怎么办呢 耶律贝就回到了他的蜀国东丹国 在那里做他的国王 后来耶律德光并不放心他这位大哥 经常呢派人监视他,排挤他 最后呢还把这个东丹国呢 变成了契丹国的一个州郡 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耶律贝呢气不过 又非常向往中原的文化 后来在中原后唐皇帝李四元的邀请下 就偷偷的跑到了后唐 但是把他的契丹族王妃和儿子耶律软就留在了契丹 耶律德光对他这个侄子耶律软还非常不错 就把他留在身边 跟着他一起四处征战 后来耶律德光带兵南征 在归国途中突然病逝 当时军中的将军大臣们呢 就推举司马软做了皇帝 就是后来的辽氏族 消息传到上京的时候 舒律平大惊 他是坚决不愿意让耶律贝的儿子当皇帝的 刚才说到了 舒律平比较钟爱他的三儿子 按说以舒律平的眼光 应该知道他这个第三个儿子呀 除了残忍试杀 其他的真没什么优点 但是在舒律平看来啊 他的三儿子倒保持了最多的草原男人的本色 而且如果耶律里胡当皇帝的话 对舒律平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掌控的皇帝 当他用力耶律德光当皇帝的时候 就跟耶律德光说了 说你先当皇帝 等你百年以后 你要把皇帝传给你的弟弟 耶律里胡 而且还让耶律德光把他的弟弟封为皇太帝 所以现在舒律平知道司马软当了皇帝大怒 就让耶律里胡带着兵去阻截耶律软的部队 这个耶律里胡杀身边手无寸地的奴隶是真有两下子 但真要是领兵上阵打仗 他就不行了 一战就被耶律软击败 舒律平知道以后呢 决定自己带兵与耶律软进行决战 这时候两军对势大战是一触即发 如果真打起来 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对整个大辽王朝可以说是一次致命性的打击 这时候 刘士宗耶律软就请出了在宗室中脱有威望的耶律污治 作为说客去做两方的调停工作 耶律污治见到舒律平以后 陈述厉害 最后经过几番的调停 舒律平也看到了自己这个三儿子确实是难成大器 最后呢他也只能放弃 就同意让耶律软继承皇位 耶律软呢也保证舒律平和和耶律里胡的人身安全和他们的名誉地位 这样耶律软就正式继承了皇位 后来过了两年 等他的皇位稳固以后 他就把舒律平软禁了起来 舒律平是在他75岁高龄的时候去世 在剧中啊 我们看到耶律里胡在行刺失败以后 对他的儿子耶律西尹说 让他去找乌治大王 就是耶律乌治 说耶律乌治欠他一个皇位 说的就是耶律乌治当时调停 使得耶律里红没有当上这个皇帝 在咸谷山也被宗使的耶律茶哥谋害 他的儿子耶律贤幸免于难 后来耶律德光的儿子耶律景杀了耶律茶哥 就是后来的辽牧宗 就是我们在剧中看到的天天喝的 咪咪灯灯的那位辽牧宗 所以啊 这大辽国的皇位最先是传给了二儿子耶律德光 然后又传到了大儿子耶律贝的儿子手里 再后来又回到了二儿子耶律德光这一只手里 而耶律里胡呢 也认为以自己皇太帝的身份 在耶律德光死以后应该继承皇位 所以这就造成了这兄弟三人的后代 都认为自己才是皇位的合法的继承者的这样一种局面 大家在剧中看到的辽牧宗司马景 每天都是那种睡衣朦胧醉生梦死的样子 在历史记载上 他确实也是这部模样 号称睡王嘛 但是呢 其实他也有他的苦衷 他的苦衷在于哪呢 大辽国这两百多年历史啊 皇权的争斗就从来没有间断过 而这位辽牧宗呢 又摊上了一个最热火朝天的事情 在他执政这几年里啊 宫廷政变就从来没有间断过 他刚当皇帝的时候呢 也想历经图治好好有一番作为 为此呢 他推行了一系列轻摇伯父的措施 对百姓们还是很有益处的 到后来叛乱的人越来越多 他自己放眼一看朝廷里 除了他和他的兄弟太平王以外 全是反贼 不是曾经造过反的 就是仕途谋反的 所以啊 到后来他也是有点破罐子破摔了 于是就开始放飞自我 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他的弟弟太平王耶律炎萨戈 最后娶了肖家的大女儿肖虎年 等于是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儿 因为肖虎年的母亲就是燕国长公主 是太平王的姐姐或者妹妹 随着剧情的发展呢 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物浮现出来 到时候呢 我再给大家一一的解说 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人物 也可以给我留言 另外关于耶律阿宝基的大儿子耶律贝 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 通过他的故事呢 我们又可以了解一下当时中原政权的情况 因为当时中原政权正好处于五代十国时期 而这段历史呢我们之前了解的非常少 我也希望通过讲燕云台 咱们能把五代十国这堂课能够补上 对五代十国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 请继续关注燕云台的节目 我们到时候都会有所涉及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